近日,卷入离婚风波的知名艺人王力宏于18日返回台湾,目前正在隔离中。在下机裁剪期间与守候的媒体起了一些冲突。 通过台媒消息显示,王力宏于18日匆匆返回台湾,在一行人下机的时候,王力宏穿一身黑,头上戴着鸭舌帽的同时还戴着外套脸帽,极其低调。 他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前往裁剪区,脸上白色的口罩,看不出面部表情,但黑眼圈明显,很是无精打采。他还向守候的媒体挥手示意,状态也不是很兴奋的样子。 但是在完成裁剪后返回的路上,王力宏与工作人员坐的敞开式车被众多媒体围堵,王力宏似乎被打扰到了,于是他单手拿手机一路反拍记者,情绪越来越激动,表达十分不满的态度。 但是他在被媒体问及有没有话要说的时候并未回答,而是双手插口袋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离开了媒体的视野。 王力宏车辆从停机坪离开,而在场的媒体都无法采访,唯独在车辆周围,期间有人不停地推散着媒体。 坐在车辆后座的王力宏还是单手举起手机对媒体进行反拍。 王力宏车辆还故意倒车冲撞媒体,将记者挤压在铁栅栏上,造成了十分混乱的场面。 王力宏于15日在社交平台上宣布与李敬磊正式离婚,17日前妻李敬磊写下近5000多字的长文,控诉王力宏的不忠和对他的背叛。 然而自己父亲又通过媒体公开手写信维护自己,表示前妻李敬磊的话都是子虚无有的,并且将责任推给李敬磊身上。 之后前妻又对此一一回应,并且要求王力宏于19日下午3点前对他进行道歉,不知道王力宏在隔离的酒店内会做何反应。 王力宏这一次突然放下内地的全部工作,迅速返回家,肯定主要是为了解决近期的一系列负面新闻,虽然已经跟李敬磊离婚,但毕竟共同孕育了三个孩子,缘分一场,好聚好散才是重要的,希望王力宏能够承担起这一切,给所有人一个合理的答复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